一家五口开心出游 这是澳洲歌手大卫坎贝尔一家 把四岁儿子比利打扮成尤达大师 但这天真可爱的小男孩 又天鹊语出惊人 比利看着他说 那是我 那是我当时是女神 大卫坎贝尔在自己主持的节目中透露 怀疑小儿子比利可能是代妃转世 因为比利常常说出 代妃生前的细节 我当时是女神 比利这句话让人联想到 代妃车祸后 救护车和警车的鸣笛声 一开始大家还不以为意 直到比利说出这些话 令人毛骨悚然 对代妃生前的细节辽若指掌 比利不但可以清楚描绘出 代妃王妃生前最喜欢的苏格兰独角兽城堡 还常常提到我有两个男孩 让人猜想可能就是威廉和哈利王子 代妃生前关怀弱势 部分种族推广慈善 被誉为英国的人民王妃 而澳洲的小男孩比利 妈妈也来自英国 但他强调自己不是王世民 更没和孩子聊过代妃的故事 四岁小比利却神奇地 把代妃的生活记忆 描述得像是身边发生过的事 也难怪听到的人 人不住起鸡皮疙瘩 三连新闻 烂洋红报导 感谢观看